因为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市场跟还有国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新车发布 所以我们这一个星期的新闻呢 就挑重点的车款来讲 所以你想知道上个星期发布了什么新车的话 那么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影片内容 第一款要讲的车款呢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全新一代Prodot Elza 这款车在上个星期正式发布 并且是由首相 Ismail Sabili 主持这个发布会 这款车总共有三个车型可以选择 价钱从 65,500 令吉起跳 而且这个顶级版本的车型呢 配备非常非常的丰富 根据延长表示 这款车目前累计订单已经超过了3万张 依据这个等车呢 需要等6个月到10个月左右 可以看出这款车的销售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除此之外 这款车还有很多Prodot的第一次 包括它是第一款Prodot拥有电子手插的车款 而且它还有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不过暂时这个Apple CarPlay是不能够使用的 因为Prodot还没有获得Apple的授权 未来获得授权之后 这辆车就很好用了 如果大家想看这款车的新车介绍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摆点 楼上面也会有比较详细的内容可以点来看看哦 第二则的新闻就是全新一代的Honda Series Type R 它的代号是FL5 终于正式发布 这款新车是基于新一代的 Series 先被车款打造 原厂表示它是有史以来最强的 Series Type R 会继续采用这个 2.0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 六速手排还有前轮驱动的设定 但是目前为止呢 Honda 并没有公布这款车的详细数据 不过我们可以从一点点的数据来推测这款车的性能 目前的这个全新一代的 Series Type R 是 Sutuka 赛道的最快前驱车 我们相信连厂也把这款车带到了纽柏林赛道去进行测试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暂时不可以公布详情 除此之外呢 我们预计这款车也会是最后一款 采用纯内燃机的 Series Type R 车型 因为在未来这个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 这个 Series Type R 可能要导入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才可以满足排放需求 而关于这款车的进一步详情呢 我们还是要等待官方的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代的 Series FKX Type R Honda Malaysia 官方有引进本地市场 具体有卖了大概是50台到80台左右 其实销售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个 FL5 Honda Malaysia 会不会引进呢 记得哦 这一次的这个 FL5 是 Made in Japan 所以我相信很多 JDM 的爱好者 应该会很期待这款车 第三款新车也是其中一款 我自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车 而且我们之前跟官方了解这款车 会来回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它就是全新一代的 Nissan S3 而且是 E-Power 的版本 其实这款车在之前已经在北美市场 不过北美市场只是采用了 2.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然后在中国市场它采用的是 非常先进的 1.5 公升三缸可变压缩比 涡轮增压引擎 也就是那个开去沙漠玩的很好玩的 SUV 不过这款车在中国的销售成绩 并不是很出色啦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了其他的市场呢 上市缓慢 就例如说日本也是最近才刚刚上市这款车 不过日本虽然慢 但是它们这个引擎配置真的是非常的强 首先这个1.5 公升的三缸可变压缩比引擎获得了保留 但是它配合了这个 E-Power 的系统 引擎马力呢 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335 HP 跟这个 Supra 一样的数据 至于这个峰值扭力表现则是525 Nm 除了这个超级出色的性能之外 它的油耗表现跟排放表现也很出色 据悉除了日本市场以外 未来欧洲也会翻售这个版本的 S-TRIO 所以我个人也是相当期待的 至于马来西亚市场几时会来呢 这个就暂时没有消息 不过我们之前跟原厂的高层了解过 我一起来马来西亚市场引擎的全新一代 S-TRIO 会采用同样的1.5L 上缸可变压缩比引擎 这个引擎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期待 因为可变压缩比真的是一个黑科技 可是实际表现怎样 我们还是要试驾到这款车才知道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 希望不要等太久啦 第四车新闻就是刚刚发布的 2022年 Ford Ranger 这款新车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首先它的外观设计采用了 非常美细的 G-ROW 设计线条 我在泰国看到这款车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这款车非常非常帅气 再来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使用者 都很在意的就是 马来西亚会采用2.0L 的柴油涡轮降压引擎 分成单涡轮跟双涡轮的版本 但是不管是单涡轮还是双涡轮 你每年要给的路税真的是很便宜 另外呢这款车在这个驾驶表现 还有这个科技表现 在目前的同级车款里面都是佼佼者 我们先说它的动态表现 它的动态表现开起来并不太像是一般的皮卡 它的操控其实还是蛮出色的 如果是前一代的 Ranger 虽然说很好开 但是它的这个驾驶感受还是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皮卡的感觉 可是这一个新一代的 Ranger 呢 开起来就是一台 SUV 非常的平稳非常的舒服 至于在科技表现方面 你看一下内装就知道了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屏主机 而且在国外它其实是支援这个 Oti Air 在线升级的 另外它也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安全配备 马来西亚市场目前呢 是有提供了几个车型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看这个标单 这款车的起步售价是从 108,888 令吉起跳 你觉得这样的价格是不是很有竞争力 如果很有竞争力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除此之外 我们有为这款车做了一个简单的国外试驾 想看的话点上方的小白点就有了 最后一则新闻还是一款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新车 它就是Mercedes-Benz的旗舰电动轿车 EQS 450 EQS可以看作是电动版的S-Class 但是实际上国外媒体表示呢 这个EQS才是真正的旗舰 因为它采用了全新的平台打造 而且还有全新的科技 我们就来讲它的几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它的续航可以超过700公里 接下来就是它支援200kw的快充 充电15分钟它就可以行止300公里 不过马来西亚目前是不支援200kw的快充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这个内装的触屏主机 这个系统非常非常的先进 支援在线升级 然后还有这个柏林资深的音响系统 最重要的是它的RAM竟然达到了24GB 你想一下你家里的电脑有24GB的RAM 没有对不对 而且这款车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它的价格 虽然说它是电动版的S-Class 我们想象中它是不是应该比普通版的S-Class更贵 其实并没有 它的售价是698,880 令吉 这个价钱比S580还要便宜 所以在发布会的现场就有6个车主拿车了 是不是很惊讶 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车主呢?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全部内容 你觉得这期影片里面讲到的新车 哪一款你最有兴趣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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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